来到南韩首尔的免税店 放眼所及都是中国游客 非常开心快乐 我特别想吃鸡身汤 我很想吃石锅拌饭 日本人选择韩国 首先第一是比较近一些 第二的话因为 虽然在日本排污染海水 然后有一些问题 我们考虑自治安全 所以说选择了韩国这个地方 除了免税店 景福宫和北村等地 也是来韩旅游的 中国旅客必经之路 时隔六年多重新开放 连最近南韩国内最夯的新景点 也出现在中国游客的旅游攻略指南 청와대와 익선동 성수동 카페 거리 코엑스 별마당 도서관 등입니다 관광코스로 새롭게 이름을 울린 지역에선 장사가 더 잘 될 거라는 기대가 크지만 걱정도 만만치 않습니다 预计这个月底 中国黄金联休的中秋节开始 访韩的团体游客 将会更多 专家提醒店家 提前做好准备 回顾过往数据 2019年返韩中国游客 还有600多万人 新冠疫情爆发后 游客奏减 2021年一度低到只有17万人 直到今年数字才回温 7月重新夺回 访韩游客第一名 中国 관광객 1인당 지출 규모는 215만원으로 일본 미국보다 월 등이 앞서 관광객 증가는 경상 수지 개선에 도움이 될 수 있습니다 정부가 이들을 불러오기 위해 팔을 걷는 이유입니다 看准中国游客人潮 带来的可观前潮 南韩政府决定 增加从中国到南韩的入境航班 到今年底为止 免除美人1万8000韩元 整合台币433元的 中国团体游客 电子签证手续费 同时扩大适用 中国行动支付的 加盟店以及退税系统 不过中国国内的 寒流热潮有所减弱 再加上 近期中国经济危机感加剧 能否像以前一样 展现出强大购买力 还是未知数 因此南韩政府锁定 购买力高的中上阶层 以及企业奖励旅游 计划下半年 吸引150万名中国游客 函数每年 200万名中国游客 访函目标 서울시도 재빠로 时间的时间和礼仪等等 能否成为游客和居民 都满意的可持续旅游城市 首尔市正面临考验 PBS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不同 行动